爱是女性与怨起的灵堂今日开放跳演 其父于天上午11点38分进入灵堂 因丧女太过悲痛 她自爆血压飙到160 身体状况堪忧 其母林亚萍自女儿逝世后就没有停止哭泣 原本于天劝她不要来灵堂好好保重身体 但她还是放心不下女儿 于下午一点多现身 戴着黑色口罩的她看上去非常虚弱 尽管悲伤过度 但还是礼貌地问何媒体你们辛苦了 面对镜头 李亚萍整整两分多钟泪流不止 哭喊三句妈妈想你 走进灵堂时更是虚弱到站不稳差点摔倒 于远琪的五岁女儿和三岁儿子 也在中午12点26分被嫁人迁入灵堂 一直待到下午三点半才离开 一双儿女还未长大就失去母亲 着实令人心酸 于远琪的丈夫陈健一早就到灵堂打点 此前有传闻称于远琪一兵二胎 导致癌症复发令她十分自责愧疚 此番妻子去世 她并没有就此事做过多回应 于远琪的艺人朋友白彬彬彬 张飞纪宝如等人 也于今日到达灵堂悼念 贺一行遗双则在现场帮助家属处理事务 江惠等明星则送来花篮指挨 据悉于远琪的葬礼将于8月29日举行 希望她遗落走好 天堂没有病痛 未经许可,不得偿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分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分手